平凡周周卡,时事大家谈 大家好,我是主播平凡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复旦老师杀人案件 闲话少叙啊,咱们直接进入主题 犯罪嫌疑人江文华是苏州大学的副教授 在2021年的6月7日,也就是高考的第一天 江文华副教授残忍地杀害了数学学院党委书记王某 受害人的姓名我们就不便透露 手段非常的残忍,一刀封喉鲜血刺剑震惊了整个社会 今年5月份以来,中国大陆的这种恶性杀人案件 已经连续不断发生了好几起 像5月22日在大连发生了因为投资失败 而宝马车主开着车,撞击无辜的路人 5月29日在南京又发生了一起因离婚案件 而开车撞人,并迟到捅人的事件 6月5日在安庆,发生了因家庭不顺 一名无业的青年进行连环杀人案件 随着这种报复社会的案件一再的发生 那么受到生命威胁的普通群众,又该何去何从呢 这是非常值得社会学家研究的 但是复旦大学这件事就非常的特殊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高级知识分子同样也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呢 更令人费解的是 社会上的舆论并没有对这位党委书记有多少的怜悯 我个人分析呢,可能是整个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失望 还有对党委书记这种官僚的不满 造成了社会的冷漠 人们关心的不是人的死活 而更关心的是知识分子和官僚背后之间的矛盾 其实知识分子和官僚之间的矛盾这个并不稀奇 在苏格拉底的年代它就有了 在中国这种封建时代近乎于奴隶制 知识分子不太敢正面对抗官僚 五四运动之后到了民国时期 知识分子就不需要当官了,也可以生存 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知识分子正面硬刚官僚 正面硬刚政府的情况就多了 像鲁迅这种,人家靠的是狗废吃饭 走的是知识产权路线 而到了现代的中国呢,又发生了一些的改变 可以说中国的制度呢,牢牢的限制住了知识分子 他们无处发泄,无处躲藏 而且呢,无处施展自己的记忆 只能做舔狗去取悦官僚 久而久之呢,知识分子和官僚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深 这个江文华副教授杀人案件呢,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江文华的履历啊 他目前呢,是苏州大学的副教授 2004年获得复旦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的学士学位 2009年呢,获得美国一所大学的统计学博士 2009年到2001年,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从事博士后的研究 他的研究方向是非参数回归,多重假设检验 等等这些我们正常人根本听不懂的学术术语 因为江同学的成绩非常的优异啊 获得了耶鲁大学的青睐 希望他能去耶鲁大学工作 被江同学断然拒绝 毅然回国从事教育工作 这个呢,也是他噩梦的开始 他并不知道中国的学术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 目前呢,国内的高校对于青年教师而言呢 实行的是非升纪走制度 什么叫非升纪走呢 就是你没法升官你就滚蛋 对于这种面试的助理教授呢 需要有六年的考核期 然后由大学的系理决定是否升为副教授 如果晋升呢,则可以成为体制内的人民教师 如果不成功呢,那你就得滚蛋走人 目前呢,高校通过这样的恶性的竞争 压榨青年教师的劳动力和社会价值 这又回到了我们之前的那个内卷的话题 但在高校里呢,大家都是高智商 你不仅要内卷,你还要谄媚,你还要做舔狗 大学呢,早就嗅到了这种怪异的人文气息 于是招聘的时候,明明只有一个空缺的岗位 他却招十个青年教师 通过教师之间的恶性竞争 来达到赚取剩余劳动力的目的 而最终的考核呢,又没有明确的标准 这个呢,就像一场饥饿的游戏啊 让青年教师们互相的厮杀 最后呢,只剩下一个,其余的九人呢,必须走人 这种大学流动制度,其实是起源于美国的 但是美国的大学呢,有明文制度 规定了考生的标准 没有人可以作弊 而且在美国的在职期间呢,工资的非常的高 即便最后没有留下 这几年的付出呢,也没有白费 但在中国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青年教师奉献了自己青春最好的五六年之后呢 却发现啊,当年学校招了成百上千的特聘教授 而其中通过考核的只有个位数 所以国内的大学青年教师呢,普遍压力都非常的大 在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下生活的太久呢,这个心里啊,就非常容易扭曲 比如这个江老师呢,行凶之后表现的是非常的冷静 这明显呢,就是积怨已久的杀人行为 并非是激情杀人 而就是这样一个头脑冷静 心思缜密的数学系特聘教授 在面对非生即走的制度下,掏出了血刃 以自己一生为代价进行报复 我觉得社会发展到今天呢,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 为了保护被害人呢,保护我们劳苦大众 必须要对自己的制度进行反思 在这样扭曲的制度面前 党委书记王某被制度扭曲的老师所杀害 是第一受害人 而行凶者江老师 他是被制度的剥削者 是制度的受害人 而我们劳苦大众呢 反复的听到连环杀人事件 听到了知识分子都拿起了屠刀 我们被这样的事件所触动 所威胁 所担心所害怕 可以说听到这种负面新闻的所有人 都是受害者 如果一个社会制度啊 是整个社会的所有人都成为了受害者 那么这样的制度 难道是保护邪恶所存在吗 如果真的制度是为邪恶而服务的 那么宗教里说的末世 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好吧 我是平凡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 期待 有些事情 再看看 那些事情 用